现在拜登这个政府想要跟中国大陆谈 邀请王毅 但是呢为什么还没答应呢 中国大陆这边也说 因为呢你要怎么处理赖金德过境美国呢 还有呢你包括中国大陆的家政关税 对晶片的上面卡脖子 这些问题都是如此 谢峰也说赖金德访美就是 这个中美的一头灰犀牛 好你美国对台湾 大家台湾也觉得是说 你真的有可能会出兵 你真的坚若磐石吗 在去年裴洛西访问台湾之后 然后呢结果呢隔天隔几天呢 雅虎就做了民调 认为美国会不会保障台湾呢 59%的台湾人是觉得完全没信心 38.1对台海非常不安全是很担心的 因为呢美国出卖盟友真的斑斑可考 就以我们台湾来讲 中华民国就曾经被出卖过 美国在二战时期对中华民国呢 其实有提供贷款啊援助等等的 你看当时还有蒋中正总统 跟爱生好在台湾的松山机场合影呢 但是你为了想跟中国大陆合作呢 去前置苏联的时候 就把中华民国中国给卖掉了 来看到1972年的时候 尼克森总统访问中国大陆 带动西方跟中共大陆的这个建交潮 1979年卡特呢才跟中国大陆建交 跟台湾断交 但是呢日本走得很快 日本呢早在1972年的时候 就已经呢悄悄的跟中国大陆呢建交了 比明美国走得还快 他秀到风向球可快的呢 那当然还有包括1971年的时候呢 关于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的中华民国 这个美国出卖人家 斑斑可考了 你刚刚只提供的是中美断交了 其实早在我们八年抗战的前四年 美国口口声声要打倒轴心国 要反法西斯 那四年里面还在给日本供石油 供天然气 供原料 你不是主张正义吗 你那个时候中国四年已经打得很苦 你美元没有来啊 等到中国发生内战的时候 把美国给我们的军援又撤销掉了 撤销掉了就造成我们内战大幅的失利 因为俄罗斯的原中国大陆的 这个军力是很强大 美国这边一抽水 老蒋就整个就败退了 所以这个美国就发布了一个白皮书 白皮书是放弃中华民国 到韩战的时候 中华民国又有用了 他又把来恢复台美的邦交 中华民国 中美的邦交 等到跟中国大陆开始要由来往了 又把台湾给卖了 所以台湾就是个棋子 对 所以将来布林肯跟王毅 大家为什么会担心你知道吧 因为美国现在又不想跟中国大陆 翻脸做全面作战 那中国大陆唯一的条件就是台湾问题 对 是核心 是个问题 如果美国到了 势必要跟中国大陆 达成某种协议的时候 搞不好台湾又被输卖 这不是不可能 因为中国大陆捏了你手上 八千多亿 八千美债 多亿万的美债 又经济上的又可以 解决你的膨胀问题 或者经济互相发展的问题 或者是中俄跟美国的对抗问题 台湾有没有被败呢 可能有啊 有啊 你看美国除了在两岸问题出卖人以外 他在当年古巴革命的时候 猪罗湾事件 就是支持古巴的这个政变 结果半途收手 让古巴很多爱国知识 就死在猪罗湾的滩头上 到现在古巴还在恨这个事情 叙利亚呢 叙利亚美国撤兵 杀手不管 让IS壮大 对啊 阿富汗呢 是啊 连人家总统都不打 也恨招呼就撤走了 搞得阿富汗也垮了 所以这种历史 斑斑可考 当初利用宾拉登 用宾拉登帮美国去搞这个 这个俄罗斯到后宾拉登又被出卖了 所以库德族也被出卖了 所以我跟你讲 国际讲了什么友好啊 什么都没有用 国家利益一变马上卖 马上卖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不要很 一天到晚协论 美国可以出兵协助我们 到时候被卖了 美国不是已经论台上有讲了 造成遗憾了 没有办法了 时间来不及了 对不对 对 所以呢大家要认清楚 也真的不能说 这个把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上 最好的方式跟中国大陆 还有美国 但关系很好 很重要 那要怎么样解决台湾的问题 不要打仗是最重要的 另外再来看到美国 有可能为了台湾 导致中美断交吗 将军你觉得有可能吗 因为像美国不断的炒作 这个相关议题 那你看到 有可能为了台湾变成这样吗 因为来看到 美国不断炒作说什么 2758号决议 这是众议院通过了 台湾国际团结法案 说2758号决议 就是没有处理台湾代表权的问题 那这个会动摇中美 就是跟中国大陆 跟美国建交的一个根基 另外呢 共和党的议员还说呢 要给台湾攻击性的武器 以前给台湾都是防御性的 现在说修法要变成攻击性的武器 然后呢 最近拜登又跟台湾 说提供3.45亿美元的援助 等等的 我想问一下将军 这两件事情 其实给台湾攻击性武器 跟2758号决议 这个都是动摇中美建交三公报 这个东西 如果你在硬干的话 真的有可能两国会 先讲2758 2758主题就是台湾地位未定论 这个东西就直接挑衅了 你美国当初 中美建交的三公报 这个跟中美建交的一个条约问题 而且2758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 并没有名在在联合国的这个决议案里面 而且这个决议案要三分之二通过 根本在现在的联合国 美国没有办法通过 美国根本没有办法 这个是作秀的 今天讲两句话 众议院口头上提出这个是倡议 参议院还没有同意 参议院同意了 拜登敢不敢签署 对 好 拜登真的如果签署的话 势必中国召回作美大使 一定 美国要召回作中国大使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我不相信参议院不做修正 拜登敢不敢签署 但是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挑衅 就是说告诉中国大陆 我可以支持台湾 所以跟辟虫的这个立员就讲了 我给台湾攻击性的武器 你要给我多少 几万发 够吗 打仗是直跟量 直技不好量也不够 你怎么去打呢 你去打一发 人家搞来回来一百发 你打十发 人家回来上万发 对 这个不划算的嘛 所以这个问题 议员讲话 跟我们可以不要听了 他们就是追逐时尚了 能够有发生 反正有抗中 云不惊人 死不甘休 给不给武器 给什么样的武器 是白宫跟国防部 中间的事情 对 国防部又跟他的国安单位 要商量 这个武器供应以后的后遗症 跟对方的反制措施 哪里是你一个参议员 随便讲讲呢 所以这个东西啊 我们听人家讲话 要看他是什么角色 他有什么能力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有没有可能 所以这两个都是 这两个都是虚假的议题 只是在那里bluff 就是吓唬 就是说好像中美之间要有底气 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发生 对 根本不可能会这样 代表就是说台湾 怎么可能会呢 让中美之间有断交的 这样的可能性呢 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美国现在 不断的要给台湾底气 给台湾武器 但是这真的对台湾好吗 拜登给台湾3.45亿的军事援助 美国这样做 大陆这边防长说 要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然后呢大陆的这个国防部发言人 就说粗暴干涉嘛 另外呢 这个有意思的是 北韩的外交部的 中国司司长说 你这样做法就违反 一个中国原则 跟三个中美联合公报 那这个是怎么样呢 你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北韩跟中国大陆 当然站在同一个立场 这个话也就是 就是讲得很清楚嘛 对 因为北韩在联合国里面有席位 所以他讲这个话就是 联合国里面表决的时候 你美国有三分之二的 三分之二的 有这个底气吗 因为联合国里面 中国大陆的势力 比美国要强 对 因为中国大陆标榜是 开发中国家 还有未开发中国家 这些都占成一团 因为美国是 G7的有钱人的国家 你想嘛 谁多嘛 是 所以这个议案呢 北韩讲这个话就是说 因为他是联合国会员 是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比这个拳头的话 美国在全世界话语权 如果在联合国表决的话 美国主导的联合国议案 通常是不会过的 那另外再来看到呢 那你美国挺台湾 给那么多武器 将军讲到重点了 给多少 那又是什么呢 你都给我们防御性的 再谈 没有那个去攻击性 都在台湾打巷弄战 那这对台湾 又是怎么样呢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脂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准够 希望可以留学习 你会 OHF 手传的 你的地下 多意听 你一定会 不故随 我还是能不能 我还是可以